这事情越来越复杂 地习和前期勾结 这怎么勾结呢 勾结上以后又是如何谋财的呢 究竟是个个不仁不义 还是地习居心不良呢 你不晓得吗 我不是跟你讲吗 为了两个女儿的前途 人如父中三十年嘛 没有办法这个嘛 其实你们这三十年在这个 完全是很不幸福的 很痛苦的 我跟你说 无法交流 要用前期的话说 离婚和人家弟弟弟媳 一点都不挨边 是自己实在没法跟刘少斌过了 至于刘少斌说的 自己是在被胁迫的情况下 才写的欠条 那简直是巴瞎呢 这事我最清楚 因为我当时就在公司里 担任财务工作 刘少斌的前期说啊 当时呢 他们夫妻来的感情啊 已经破裂了 正到离婚了 所以进行了结算之后呢 他就退出了公司 把账目呢 交给了新来的会计 然后嘛 然后嘛 留洋无垠来接着去 当务的会计 他最清楚 他可能对的账嘛 对的账还清清楚楚的 他签了字典 你那个 你那个摸杀的啊 你那个 你自己签了字典 你说嘛 其他人账款 借钱的事 都其他人账款的解放 然后那些 他做到那些工程 那够来冲 他跟洋无垠 给他对账 你看嘛 对到这里 洋无垠就是你离开之后 而这时候呢 哥哥拖欠弟弟的钱 要赠五减 已经从十万元 涨到二五多万了 该报的也报消掉 该扣除的也跟他扣除掉 最后一笔笔算下来 就是这个数字 这一笔笔算下来 当时算的时候 刘少平和刘少良都在吗 他们两人都在 两人都在 而且有什么理问 当时就说清楚 当时就已经承认了 大家都认可 关于欠条的事 洋会计也做了证明 一句话 根本就没人胁迫他 哎哟 话已经说到这份上了 可刘少平对前面 几个证人的说法 给出了全面的否定 证人的说法 讲平 Yes